繼續來關心國內的這次黑心油品風暴 起因於越南大幸福公司 把飼料油當成食用油賣到臺灣 根據越南大幸福油廠負責人呂士信 向臺北駐越南經濟文化代表出的審數 從二零一一年到現在三年半 大幸福共出口六百萬公斤的食用油 和四千三百萬公斤的飼料油到臺灣 根據衛福部掌握的資料 大幸福公司輸入臺灣的油品 至少留到十五家不同廠商 其中以食用油名義供給鼎心製油正義 以飼料油的名義賣給永城油品等十三家廠商 而包括永城在內的這十三間廠商 再透過不時發票轉手 將飼料油改以食用油名義 出貨給正義等近十家廠商 這些油品多年來早就流出市面 甚至被民眾持下毒